註冊好帳號之後呢 您預設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 上面進來之後在這裡 您預設進來在發現裡面的 課程 只要在這個單元裡面的 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公開 也就是說在OneNote這個平台 您可以選擇要不要公開你的課程 你不公開同學也可以用 只是要有一個 就是代碼才可以進來 或者您手動馬甲進來 那公開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加進去 那麼這裡分成三個呢 第一個 課程比較單純 我們今天主要的就用在課程 那群組的話呢 就是 班級的概念 所以如果您要做班級經營 那您可以請同學加入您的群組 那這樣就可以做班級經營 那單元的話就比較單純一點 就是這一個教程 那課程當然就是教程的主 OK好 那另外左手邊這裡還有兩個對不對 左手邊這兩個呢 就是說 你今天有加入別人的課程 或者你有加入別人的群組 還是你自己建立的 會放在左手邊這兩個 好這裡是公開外面的 然後呢 那這裡就是你自己 不管是加入或是建立 都放在這邊 那當然我的資料也是比較多一點 像 課程啊 群組啊 其實 我上面的資料就放很多 有不少都是公開的 那 老師了解了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看 您在這個地方 在 課程這裡 您可以先點進來 先點進來 因為呢我們在one note裡面 你要把這些教材加進來 一定要先有課程 要先有課程 那我的 資料比較多 我的課程有71個 群組大概300多個 所以你們這樣看起來都是空的 但是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進到課程裡面 您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叫建立 我們可以先建立個自己 按一下建立 好 在這個地方呢 您可以給自己課程一個名稱 你要什麼名稱都可以待會後面還可以再來 比如說我們今天10號的 好 那我就按建立就可以了 OK 那麼老師呢 您在這邊就會馬上看到 有沒有 進來了 那他會給你一個縮圖 那這些都會蓋 好 那麼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除了有課程之外 還要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主題 老師可以把這個主題 當作是一個資料夾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今天比如說我是第一課 第二課 還是我是 拿一個 就是 名稱 好那 待會我課程就會加到那裡面去 那比如說我們在這邊我可能會有 這個 好 經濟的 存起來 然後你可以再增加 看看老師需要什麼樣的內容 好 這個後面都還可以做調整 沒有關係 好 不好意思 我們家電腦都是一個小時休息10分鐘 會跳出來 把它關掉一下 好 那如果呢 老師您覺得這個順序需要做調整 你就自己拉著旁邊 這樣做調整 好所以這個還蠻方便的 好 那麼 有了這樣的基本架構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在 這裡 在簡報的 第幾頁 簡報的第10頁 跟第11頁 老師進到簡報第11頁 好我剛剛講的就是在這邊 你有一個課程 要先有 至少最少一個主題 好最少一個主題 那 等到呢 OK的 右上角這裡就有一個發布的動作 也就是說經過發布之後這個 有點像 剛剛朱老師提到Google協作平台 你現在改了之後 沒有按發布 就有點像草稿 好那發布出去才算正式成立這樣子 OK 好 那麼現在呢 老師已經取得今天的 入門票 因為你 課程是建好了 所以麻煩老師你打開你的YouTube 找一段 您可能教學上 您覺得想要加進去的影片 我們來試看看 看看 有沒有像我剛剛講的那樣子 一個網址就搞定 我找到一段 那不好意思用自己的 比較沒有反權問題 好 我就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就上面這個網址 我把它複製強 那我進到這邊 假設這個是屬於 數學的 那我在右手邊這裡 是不是有個加號 按下去 當然在OneNote裡面不只是只能加影音的教材 包括網頁 包括來自Google 名端硬碟 那些都可以 那我們就從這邊新增單元 因為呢目前 影片 算是在 OneNote裡面算是最多的 這個教材 好 那 前面這邊單元名稱導師不用打 讓你打字就是我的錯 好不好 對 這樣不好 對不對 好 那我就直接存成草稿就好了 對 進來 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 我們類型已經確定是影片了 請你把網址 直接貼上去 把你剛剛的網址把它貼到這邊 好請問老師有沒有看到什麼 標題有沒有抓進來了 有了對不對 請你點他一下 他就上去了 這樣知道打字是一種錯誤 第二個來請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單元說明 你打開 有沒有把我的說明也加進來了 有沒有 在這個單元說明這裡 再來您看一下 單元說圖 有沒有順便幫您抓到了 都有了 這個一個網址就搞定 再來很重要老師最 需要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可以指定 影片的播放起氣點 是不是可以自己脫意 你可以自己脫意一下 我覺得這一段我可能要從這邊到這邊 同學就看這裡就好 當然你指定了起氣點之後同學可不可以繼續看下去 可以 只是呢他會 第一個 自動從這裡開始 到這邊會自動停止 他要 看下去他可以繼續往下看 不會說不能看 好所以這樣子 有沒有一個就解決了 那麼您往下再看一下 有一個叫做完成指標 這個完成指標 一般是要給就是班級經營上 互動用的 好所以如果您不需要特別指定的話其實就 不用了 就是他預設值就好了 就等於說老師平常上課可以使用就OK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囉 有沒有儲存成草稿 在下面這裡 好這樣老師一個教材就完成了 這樣有沒有比老師 存在 您的最愛或者是您的文件裡面 來得容易一點 但是我必須講這個是OneNote的標準程序 因為有更快 我們剛剛講他有瀏覽器的擴充工具對不對 所以說呢 現在加一個那老師你可以加第二個第三個這個都OK 你就可以像這樣先試看看 好那我再找 另外一個 第10頁我們先跟 我就再增加另外一個進來 所以記得先都不要打字 進去之後再說 我們現在測試過老師單一個影片 沒有問題了對不對 那麼如果 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說播放清單是不是可以抓進來 對 播放清單也可以進來 所以呢 老師你可以找找看 您自己 或者是網路上別人的 有沒有播放清單 像我這邊我找到這個 現在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播放清單 我就把清單的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這樣就好 然後呢 你看我進到裡面 我加到下面這個 加號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是新增單元囉 是叫新增YouTube播放清單 好點進來 那您把您的清單把它貼上去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裡面的內容都抓到了 那你自己決定 我需要拿幾段影片 好沒事就按加入 這樣有沒有一次就翻個進來了 這樣的 老師應該有發現 突然輕鬆很多 對於這種隱音教材 可以不用 花太多時間 就是你只要找到了 我就可以放進 今天就是 教材準備好了 您就可以在右上角這個發布 好那發布的時候他問你 你是不是要公開 有沒有 好你可以自己決定 我不想公開 我直接要公開 外面就找不到 一定要知道你的代碼 或者你自己把它加進來 好那我就發布 好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那麼 同學在看的時候怎麼辦 應該說應該說老師上課的時候你要去哪裡看 對不對 我們剛剛在這邊是只是把教材先準備好 OK 所以我們剛剛 這一塊 建立的部分就是在簡報的第12頁 簡報的第13頁 在這裡 好那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這個OneNote的隱音教材 我們剛剛已經加入好了當然要測試一下 首先第一個 當然就是要記得發布 發布 第二個 怎麼測試呢 您可以 在下面這裡看到 有沒有發現有個叫課程首頁 這個地方你把它打開一下 課程首頁 好他會另開一個新的分頁 所以平常老師有上課要看 你就進到這裡吧 那你進來這邊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課程首頁裡面會先列出你這個 課程裡面有哪些 教材在裡面 好那我們可以從右手邊 直接右上條這裡 直接進入課程 從右上條這邊進入課程 好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實際來 試看看喔 來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剛在這裡 我在這兩段影片 我有設定不是從頭開始過 對不對 所以我先從下面這個看一下 把它點進去 好 那它上面會出現在一個單元說明 所以老師您 如果從那個YouTube拨過來的單元說明 它會出現在這裡 等於進來就會先看到 好就是這個 好那我先了解 那你看 先玩玩看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我開始播放的時間 其實不是從頭 是從一分 有沒有 你看 你看我們兩個結束的時候呢 結束的時候 它會在哪 拉近哪一點 好像大概兩 4分多鐘 忘記了 看一下 5分11秒 好在5分11秒 所以呢 我來這邊 我先跳到5分11 好到這邊 那我來播放一下 它不是只有認識的 有沒有自動停了 我還沒有播完是就到這個時間點它就停了 這樣老師了解 當然它還是可以繼續看下去 這樣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好這是第一個 您可以像這樣就比較 清楚 我們在 用OneNote 是不是就很方便可以看 所以上課的時候您只要打開 不需要編輯 您只需要進入它的課程首頁 然後看您需要看哪一個教材 直接看就OK 好這是 跟老師先分享一下你可以像這樣簡單測試 那待會呢 我們再來看 如果您有瀏覽器的擴充工具的時候 會不會更方便 OK